刚才讲了 那个猪八戒嘛 想不去救那个同男同女是吧 不敢去 然后孙悟空说 你不行啊 你不能见死不救 好了 猪八戒终于答应了 跟着孙悟空一起去了 他们一个变成同男 一个变成同女 坐在那里 然后就到了半夜时分 灵感大王来了 一来的时候什么 飞沙走失 上次我们学过这个词语 然后又疯是吧 又黑了 这个时候猪八戒想逃了 因为他害怕了 猪八戒想逃跑了 时候呢 孙悟空一把拉住猪八戒 说老兄不能跑啊 我们要怎么 要救人救到底 来跟老师读一下这个词语 救人救到底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呢 要救人家 不论这就跑了 好不容易过来 我们一定要什么 坚持到最后 把人给救上来才好 刚才我们讲了 如果发现有小朋友 掉到水里面 那我们做小朋友 在岸上的怎么办呢 你可以去呼喊 把大人叫过来 救命啊 有小朋友掉水里面呢 赶紧去知道吧 然后呢 还可以打电话 如果有大人来 叫他们打电话 叫救护车过来 先准备好 救护车过来 那么还有的小朋友说 我有个长的足甘 这个树枝 可以什么 伸到水里面 把人伸给他 把他拉上来 这都是对的 然后呢 把他拉上来之后呢 因为在水里面 小朋友可能会着凉的 把他拉上来什么 你可以给他烤一堆火 也行啊 因为有条件 给他穿的一件 暖和的衣服 先保暖 让他穿的舒舒服服的 不要觉得冷 不要在那抖 那么这都是什么 救人的办法 就是说 我们既然是救人 一定要把人救上来 而且给他什么 照顾好他 让他及时送到医院去 有人呢 把他照顾好 确保他脱离危险 那就是什么 救人 救到底 明白了吧 我们做事情 也要什么 要做到最好 做到底 做到成功为止 给老师读一下这个 救人 救到底 好吧 好 嗯 送去